拿著砂紙沾上水 學員仔細並反覆地將筷子推光淹沒 製作漆器相當費時費工 加工過程中要塗刷多次 硬乾後再塗刷 反覆做法下 凝造出它典氧潤澤的高貴質感 透過研習 也讓民眾學習到多元化的工藝品 它從一個木頭就不怎麼樣 然後因為你的拋光 然後你上漆的顏色 然後你自己的一些技巧 然後你要呈現它什麼 剛開始當然很辛苦 可是慢慢慢慢可以看到那個東西的那個呈現 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埔黎鎮牛尾社區 過去八成以上人口成為氣農 誤患心意 氣文化產業逐漸沒落 甚至後繼無人 在社區群體公司下 已經達成一元富裕期數 提供氣文化教育體驗園區 社區發展協會也積極爭取清費 期望透過在地人才的培訓 衛生區七氣工業殿下基礎 首先可以去栽培一群這個種子學員 那麼先把七義這個技術基礎培訓好 那未來我們還可以去開創設計一些新的 使用性比較高比較流通 而不是那麼昂貴的一些使用七氣 在這個方面 當然如果這個路走得好 在藝術層次上面也可以同時提升 也可以同步去做一些不錯的藝術作品 這一次的課程共有90個小時 聘請著名七義家廖聖武指導 先以實用性高的木胎提供學員操作 預計於課程中培訓每位學員 完成木胎茶盤、點心盤、筷子及印章各三個 其器可以保存千年而不腐壞 在中華無化歷史深遠 七工業的推廣正是延續這樣的傳統 現在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好天然的材料 所以它絕對有它存在的隔壇 所以現在應該要去用新的材料 開發新的製造方式 製造出新的東西進入現代生活 這樣的一個傳統工業 在現在來說 它反而是有發展的機會 副議長潘一全表示 除了生鮮農特產之外 工藝與文化創意也是農村發展的 一項重要特色元素 其一是一項長遠的技術與文化傳承 藉由其一訓練及推廣 相信能夠更帶動社群觀光 促進文化經濟發展 民意新聞洪一輪 博理採訪報導 Ciao Ciao Ciao